大家好 欢迎收看泼木为户 为您带来的Pokemon Go Battle 好久没有搞伪直播了 是吧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练 现在Math League开始了 我在这个2727分的时候 奥特利哥我就没有打了 一直等到Math League开始 结果打了一下子啊 没有打多少吧 但是分数掉了一点 大概2700出头的样子 我们今天晚上看看能不能打两个赛的把分数追回来一点 我是不是打正规的Math League 不是打那个Premium Cup 我这两个阵容 这个感觉上啊 第一个阵容是有点烦Jertina 是吧 我如果我的那个Dialga被靠掉了之后 对Jertina就有点无力 第二个阵容比较烦那个Torchikis 如果我的Mewtwo被搞掉的话 对Torchikis有点无力 这是我打的感觉 是吧 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试一下啊 然后呢 我另外一个发现是 因为可能是Premium Cup的关系 因为Premium Cup里面那个Snownex一般不带Earthquake 是吧 这样使得这个我在这个正规的Math League很少看见Snownex 所以说我是不是要把我的Jertina 尤其是那个起源泰的Jertina拿出来 好 我们先用第二套阵容试下水 是吧 看看晚上是什么情况啊 现在这个分数掉了 找人也比较快啊 这个阵容是很经典了啊 我以前微直播的时候搞过N多次 是吧 好 刚说找人块 这个不会卡了吧 好 没有卡出来了 Dialga碰见Guardan 这是一个比较不利的开局 是吧 那我们肯定是Mewtwo Save Switch 看看他带了这个党Mewtwo的没有 他现在没有带 没有带 但是 说明他后面可能还有对付Dialga 要不就是他没有办法对付Mewtwo的Safe Switch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Bait 感觉像是个Bait 不是Bait 挡住了 挡住了 然后他估计要换他的Mewtwo上 好 那咱们废可以 不过他的Mewtwo有可能是带夏乐波的 他带夏乐波的咱们也认了呀 这已经把他的那个 已经把他的那个Guardan给打残了 咱们应该还是比较爽的了 他夏乐波来了咱们 来之前我还放出来一个 不错呀 那即使被夏乐波打死咱们也无憾了 死而无憾 是吧 登登登 他故意夏乐波要来了 我的Dialga可以换出来了吧 是个Side Strike 三 四 这一看是个Focus Plus了吧 然后挡住之后直接把它Farm下去 好 然后他的Guardan已经进入这个Ionhead的范畴了 是吧 我们的Mewtwo还活着 他带了这个 好 100能量 先来一个Ionhead 然后再来一个Drako 我们的换成时间就差不多了 它要是连着两个的话 我还抓过还放不出来是吧 咱们这样 咱们争取 好 就把这个放出来 因为我们CMP我们是占CMP的 然后再换出我的Guardan 然后再换出我的Guardan 这样正好 那我的Guardan应该可以平推了 他Guardan已经是进入FilePunch的范围列了 想了不用想 直接FilePunch 你愿意换Guardan上来随便你 我还没进入Earthquake的范围 他已经进入FilePunch的范围了 就把GG了 好了 对吧 不利的开局 咱们还是打赢了 打赢了 可以 可以有 可以有 OK 行 第一句还比较顺利 这没有碰见Torchikis 我说过我这个正宗 非常烦Torchikis 我当时掉了不少分 都是被Torchikis搞得很头疼 是吧 因为我首发碰见Torchikis 我想耗掉它的盾 用Mewtwo耗掉它的盾 即使成功了 我后面的Guardan 还是对Torchikis比较头疼 是吧 好 这把怎么样 大家不知道看到这个新闻没 Liantic好像在9月20几号吧 哪一天我忘记了 就会提供100场 大家都可以打20个set 这个我看着我不知道是该高兴 还是该郁闷 我不一定有时间那天 我到时候看看能不能安排一下 那几场时候 如果你已经积分是加倍的 当然如果你输的话 我不知道是不是扣分也加倍 应该不会 然后Stardust的奖励是加倍 是吧 大家可以趁这个时间 把分数排一排 这又是给了很多rank10 给了大家rank10的希望 按照现在这个金炉 目前一个rank10都没有 是吧 这样下去 他不给点额外的分数的话 是不可能有大批量的rank10的 当然他即使他不想要大批量的rank10 你搞的只有个位数的rank10 也实在是太内套了 所以他搞这么一个活动还是不错的 然后Flying Cup应该是被遗忘掉了 很早就宣布了Flying Cup 至今没有什么消息 好 不多说 看这把如何 好多喝 Dragon 这个非常favorable 那我们最近把Gradan扔出去 Gradan是个liability 他既然stay in 他stay in 我非常高兴 还可以把一个盾搞出来 对吧 他可能有DRAICO 看stay in的架势 但是我这个Ironhead是放的比较快的 既然如此你DRAICO也是不可能 你即使DRAICO 我什么盾是等盾 一个DragonClaw 你也不可能后面接一个DRAICO DragonClaw后面也不可能接一个DRAICO 好 看看我们这个刮挡 目前来说安全了一下 看到后面的会出现啥 Snowlex Snowlex Snowlex还好 我刚刚说Snowlex比较少见 这就来了个Snowlex 可能在晚上还不好说 晚上的时间 我白天的时间好像 基本上没有见到有Snowlex出来的 解决听 在白天应该是比较safe 这个应该是个superpower 因为它是可以换人的 是吧 可以了 然后我们应该是用Mutu 它换人的Mutu 可以得到一点Jumpstar of Energy 是吧 好 小吃怪 那太爽 那我何必呢 那我何必跟它废话呢 我都忘记了 哈哈 我何必跟它废话呢 你弯的下去我吧 你弯的下去我吧 还是你直接退吧 哎呦我刚刚傻了 它竟然换成小吃怪 我还跟它Mutu 还跟它玩了一下 根本就不用想太多 它没有任何技能能伤害我 除非它有Flash Cannon 即使有Flash Cannon 也不会打得特别疼吧 Murror Shot Murror Shot 更不用说了 你即使降了我的攻击力 你面对着这种 我的这个Mutu Shot的进攻 你也是扛不住的 这个是不是用错了阵笼啊 我怀疑 它是不是把这个Premium Cup的阵笼 带到这个正规的 这个正规的Mutu来了 是吧 咱们今天运气还不错 很有可能啊 因为它的阵笼里面 都是很经典的Premium Cup的 那三人组 是吧 好了 这样一个额处 它直接退了就行了 这肯定是按错了 是吧 咱们运气还是不错 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 你碰见Slownex的几率是比较小的 你即使碰到了Slownex 也是这种人家按错了 你碰到的是吧 是吧 比较搞笑啊 今天这银两把 咱们争取打一个 这个三胜以上 其实在这个分数段 我其实还是挺满意的 即使不用伸的那么快 也挺好 这样找人比较快 好 下一个又找到了 就像我说了这样 MGCY 这些我都是以前没见过的 因为我现在已经掉到比较后面了 是吧 找的人是没那么困难了 好 又是个Guardan手法 今天Guardan手法还挺多的 当然我这个两个正统都比较怕 不Guardan手法 这个正统稍微好一点 因为咱们有个Safe Switch 好 Belga来了 咱们一般都是先SizeStrike 然后再Focus Plus 如果他没挡 咱们就直接SizeStrike 也可以 YouTube在一顿的情况下 打Belga是直接可以SizeStrike 当然他如果挡的话 咱们就Focus Plus 是吧 或者接着SizeStrike 是不是也行 是不是也行 直接SizeStrike 因为我碰了过好多次 一般Delga会用两个盾 这种情况 第一个片子成功 第二个肯定是 你看 说吧 成功了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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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wtwo You are such a monster 好 咱们还有盾的优势 是吧 但是呢 这盾的优势 看看啊 能不能转化成 因为它有能量优势 咱们有盾的优势 这是个FilePunk片盾 还是个Eastquake 我猜是个Eastquake FilePunk片盾 这没办法 不管怎么说 把他打残了 就行 咱这个Eastquake 只要击中了 就好办 你即使击中我们 咱们也已经进入 这个死亡范围内了 这玩意就可以换人了 是吧 就看他后面是不是怕Delga了 啊 他们是个Mewtwo Mewtwo Mewtwo 哎呀 那还是有点悬 那咱们争取把他打残 他正终跟我一模一样 那行那行 只要把他打死就行 好 只能变成我的能量 那还可以 那还可以 即使他FocusPlus打死我 把它变成能量 一个FilePunk 他也死了 是吧 他也死了 而且他现在是换人锁定状态 是吧 哦耶 同志们 同样的阵容独立的首发 但是咱们认识 凭着强大的人品 给帮过来了 哈哈 好 已经三连胜了 今天这个状态还可以 是吧 当然三连胜不代表什么 三胜两负得不到几分 是吧 争取到后面两场 三连赢下来才行 好 这个阵容还挺好 一个Tochikis没有碰见 大家发现没有 可能晚上这个Tochikis 并不受欢迎 我也 前面 我用这个阵容在上 我打的是比较郁闷 好多Tochikis 都是Tochikis首发 这种情况下 我拍出Mewtwo 他再换上一个人 即使我能赢得Switcher的问题 或者我能赢上那个盾 多一个盾的那种优势 我后面 剩下的两个 不管是Delga 还是Guardan 面对这个Tochikis 都是一头包 是吧 这个阿罗拉55 这把这把证据要打赢 这四胜才是确保分数能够增加的 好 Delga Mew 这种情况下看你怎么搞 怎么搞 有几种搞法 大家都选择直接 好 这样的话 怎么拿下盾 盾的优势就行了 好 这两个按开的 100能量 拉是有点亏 早知道是100能量 咱们就不用扶上Mewtwo了 亏了 哎呀 不过这还是很重要的 啊 这非常重要啊 这这这这这这 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 他不挡是非常好啊 非常好 你们后面的Guardan是怕的啊 他后面会是谁呢 估计是个钢 他这样的啊 后面很有可能是钢啊 他如果不挡的话 我的Guardan就可以 插一个盾 也可以盖着他后面那个钢 好 挡了 哎呦 糟糕 不该给他这些能量啊 这都亏了 糟糕 那我看看我吃他一个SERV 还能不能盖着他后面那个钢了啊 应该干的马上换的 那个啥了 哎呦 干不掉了干不掉了 这也被他喷死了啊 这后面即使是个 瞄慢到这样也搞不过了啊 这可惜啊 刚Bellon Mewtwo出来的 哦 他后面也是这个Guardan啊 那就没办法 那就没办法啊 好 那是怎么样 怎么样都不行了 他是这个Dialga加Mewtwo加这个 加Guardan和这个Kaiogart的组合啊 这个有意思 怪不得他可以 一下Switcher Vantage 他这样一下Switcher Vantage 他有连100的人量啊 这我还不知道 我以前以为的没有100人量啊 在这种情况下咱们也不也不搞啊 就一起跟他同时阵亡啊 不过同时阵亡我还是有点亏 他还是有点有点悬 他不是有点亏 Dialga Mewmantle 好 这个肯定是Mewtwo Safe Switch 我们就干这个啊 只要能流转 只要能流转这个烈士 咱们的Guardan可以玩吃他这个Mewmantle 他一般是Soft enough 然后再换上他的 是吧 再换上他的那个来对付 Rawkside是不用不用这么挡的啊 据我了解Mewmantle不喜欢挡 咱们看看是不是真的啊 啊 他居然挡了 可以啊 这个Mewmantle 那行 把它Mewmantle消耗掉也可以啊 但是有可能他后面还有一个能对付那个 可能后面还有一个能对付Dialga的啊 好 咱们多一个盾的优势啊 他的能量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可怕的啊 因为咱们有Guardan在后面啊 Guardan并不是很在乎这个Mewmantle的这个大招 这应该是个Super power 然后他会换人啊 你看Torgy Kiss来了啊 Torgy Kiss来了 好 我要给他一个Fellpunk 然后我才能用安安汉的干的他 一个安安汉的打不死 看 然后他Mewmantle再出来 那现在这个Mewmantle已经扛不住了啊 我觉得我保一下 保一下我的Dialga 看 因为明显他的Mewmantle跟Torgy Kiss都废掉了 这个Dialga保一下应该是有意义的 看我就知道 看 这为什么他先放Squade 这理论三千块我先放 哎呀这可惜 最后还是三十两副啊 哎 这是为什么我感觉我有一点能量铲鱼啊 Torgy Kiss 你看一碰拖一个完了 前面三连胜后面两连败啊 还是个三胜两副啊 这把如果我不挡那个Super power呢 可能会强一点啊 可能会强一点 是吧 多一个盾留给我的那个 EV一顿 不过我还是一个体力比较长的一个状态啊 不过至少还是有机会啊 啊 终于碰见Torgy Kiss了 啊 可以看见这个这个正宗 确实对Torgy Kiss有点无力 是吧 好 但是Mewtwo发挥还是可以啊 他挡住了Focus Plus还是很少见的 是吧 因为我感觉一般Mewmantle是不挡的啊 是不挡这个大招的 我碰见过几次 他们 我用这个SideStrike被对方都不挡 结果好不容易不被的意思对方挡 哎 我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刚才吃了多少分了 都没注意啊 现在也看不到了 是吧 现在这个Bug已经显示不到积分啊 啊 不管多少分啊 反正总是升了一点的 是吧 2700几估计升到2710几 啊 这把争取打好一点啊 刚刚三连胜之后 后面连着两场就这么不顺利啊 也没办法 大家不说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刚看见对方的阵容 确实 对Gating了 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发挥 是吧 因为那个Snowlex碰见的是 应该是对方按错了的一个 一个情况啊 好 如果再是这种情况 我们就把Gating了 换了好 拖击kiss来了啊 说过这是比较 比较烦拖击kiss 啊 看来可以把第一个阵容弄出来了 他拖击kiss不走 我是很高兴的啊 我很高兴的 我很高兴的 他挡了我是不高兴的啊 好 DLG来了 他已经用了一个盾 应该不会再用第二个盾了吧 啊果然 好 但是就像我说的啊 这其实也没什么特别高兴的事啊 因为咱们伊朗还是个头疼啊 伊万还是个头疼是吧 咱们只不过多一个盾啊 但多一个盾的话 也不赖啊 也不赖 也不赖 不赖吧 就还是只用戴河嘎碰他的toshi kiss 啊 咱们多了盾 盾还得交出来 还得交出来 如果他不吃了的话 这把还是输 哎呀 我怕他后面是 我怕后面是水啊 我怕后面是那个凯奥鬼啊 所以先把guarda弄出来算了 反正他已经进入两个filepunch的射程 这是flameshaw吗 感觉应该是一个A型power 啊 是flameshaw我去 好 只要后面是一个delga 不 后面是一个那个mielmander 觉得麻烦了啊 我们已经进入surepower范围了 果然 果然 不过还好 咱有个盾 不怕 赢了赢了赢了 咱有个盾 咱有一个盾 哈哈 这把其实是个晕招 把这个 把这个这个delga 把这个这个 这个 扔出来是个晕招 因为我真不知道 森巴他后面是个凯奥鬼啊 我想保一下我呢 我们的那个 还有还好 哇靠 先按摩说吧 Torchikis手法的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现了 是吧 但算是运气比较好 再碰一下Torchikis手法 我就把第一套阵笼拿出来了啊 这把还是赢了 所以我们继续用这套阵笼看看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我现在处于这个位置其实挺好啊 没必要冲的太前面 一个是找人快 是吧 两个人这个胜率有一定的保证 你冲到他前面实际上 你还是得搜到 你冲到那个 那个leaderboard的第一页了之后 你还是得搜到 你不搜到 你找人找半天 这一 而且你找人大部分都是超级高手 巅峰对决 你的分数还是会往下掉 是吧 所以没必要啊 尤其是他这个新闻出来了 会有那二 那个二十个set的那一天 所以感觉还是double points 感觉是不用特别慌 咱们如果能保持到这个 这个分数段啊 这个这个leaderboard的这个这个排名段 在那二十天啊 那个二十赛的到来那一天 咱们应该是可以的啊 啊 啊 既然上次被挡了 这次咱们就骗顿吧 他一直在属咱们的focuspower啊 focusplus 啊 他属来的挺好 看他挡不挡吧 果然现在描慢到喜欢挡了 啊 哟 这个狠 这个狠啊 这个狠 直接把我delete啊 狠 咱们没什么好说的挡啊 啊 他最后一个盾他会挡木 他最后一个盾他会挡木 啊 不会打 跟我们想的一样 啊 投机kiss 投机kiss来了 啊 这是咱们投腾的来啦 啊 进入暗了 进入暗开的范围啊 但是现在麻烦他flamestore我们挡还是不挡 挡 挡挡挡 挡了之后他会贵 super power我 我再把它变成咱们的能量 啊 我知道 哎呦他有这么多血 那还变不了 他有这么多血 拉机机了 你看那个投机kiss现在 开始开始多起来了 投机kiss多起来了呀 这下是麻烦了 我觉得说投机kiss很麻烦 大家看见没有 即使咱们 成功的 干死了他的那个那个 那个dialga 但是对投机kiss一点办法都没有 看见没有 他没进入filepunch的范围啊 这个阵笼的落脸已经很明显了 两把都是投机kiss 第一把咱们侥幸获胜 投机kiss来了 那咱们就要换成这套阵笼 这套阵笼 是吧 这个不怕投机kiss的阵笼 这三个对投机kiss都有了一打 是吧 他选择直接换上dialga 咱们当时应该是快点放出 不过你放出side strike的话 意义也不是很大 顶多把youtube的小命保住 是吧 对他的投机kiss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大家看见 earthquake不管 但dialga吃吃了那个side square strike没有的 反正 let's quick也是把他干掉了 左右他都是个死 只不过我们的这个 那个阵笼的落点就是投机kiss 没办法 好我们换了一套不落 然后再做投机kiss的阵笼 而且投机kiss这么这么流行 我们的解释听了 还是有点头疼的 还是不敢随便拿出来晃悠的 好的 咱们再用一用 这样 现在找人又开始慢了 你看这 还说 咱们这个分数段找人数还行呢 结果刚刚搞一个三比二之后 又开始慢起来了 反正咱们就慢慢的在这里晃悠 争取就保持在Leadable第三页 第四页的水平 第五页也行 保持在分数段 总之分数 排名无所谓 但分数就要慢慢往前面称 称到2800 当然大部分都2900的时候 我们估计称到2800 现在好像有好多2800了 我们是2700 大概是比第一名落后个100分左右的 这个样子 又卖起到了一个 因为你冲的太快 确实找人太慢了 而且打得要赢一把也太劲了 好 你看怎么换的时候就是不一样 Delga首发 他mewtwo来了 我们就soft knob Rascal 果然mewtwo来了 我们的策略就是soft knob 然后换上我们的Delga 多一个盾 你要把它拿下 其实多用一个盾 你要把它拿下 就是跟别人学的 这肯定是挡的 否则一个focus plus 咱们就挂了 再drag 说吧 这个就不要farm down 如果咱们挡了focus plus 可以把它farm down 咱们既然没有挡住 被他骗了盾 你看他拉 他是不搞了个寂寞吗 是不是 那咱们肯定是多用一个盾把它拿下的 这个 稳稳的 那个赢得最喜欢的 多这个盾是早了回来的 咱们这么多血 是吧 肯定是早了回来的 看我的后面的凯尔鬼 凯尔鬼要发飙了 好他故意准备用一个盾 把我们给搞下去 是吧 来呗 你是drako我们也死不了啊 sander sander我们也死不了啊 是吧 咱们还是保持了首发的这个优势 看见面盾也找回来了 delga也打死了 看我的这个MailMando还是有一定的提亮的啊 然后就看最后一个了 好 哎呀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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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麻烦了啊 这解决听了来了就麻烦了啊 这我好像放 能放出我的 bleezer的吗 一个shadowbow 好像可以 靠没放出来 记记 哦 amerswind 有啊 就已经死了 放不出来记记了 哎 靠最后没搞成啊 最后没搞成最后这个delga 它后面是一个 是个吉儿听呢 哎呀 这这这这这 我有说想把这个delga换成groud 换成groud的话 刚才有可能就赢了是吧 但是 但是 delga毕竟哎 想你看这笨我好像打过它 刚才前两面拼都可以啊 最后那个解决听了 没有办法对付是吧 啊 啊 刮当 这我没有save switch 咱们的save switch就是它 我感觉应该是个earthquake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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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到一个人不错 它还有点卡 我们肯定都没法draco了 赶快按一下就算了 哦 它绝口没出来 那对我来说是绝对的好消息呀 Mewtwo 好 有希望 有希望 这把有希望 它是没有能量优势的mewtwo 没有能量的优势的mewtwo 在等顿的情况下 应该是打不赢凯奥格 嗯 但是我就把它把我打的 血 血量比较少的情况下被farm 了 那就麻烦了 它能farm是我吗 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这个 我这个血量它是很难放木的 嗯 它的这个血量也是很 很紧张的 哎 你看它感觉高了死刀 好 它只要死刀了我就赢了 是吧 不要胖气的话 我是earthquake范围 而且我的这个大招应该已经好了 啊 利息成功 是吧 即使是3比2啊 我就把 这回的这个韦直播还是绝对支挥票价的啊 即使又是一个3比2 有几局我觉得还是赢得非常精彩啊 尤其是在费不利的手法情况下 咱们都搬坏了啊 但是遗憾的是咱们换成这个阵容之后 Torchikis又消失了 大家发现没有 是吧 反而是那个Jertina给我造成的比较大的困扰 但是这个Kairoguer的作用 它大家还是看见了 是吧 这这这这人家有Guardown啊 Guardown还是挺多的 Jertina挺多 Guardown也是挺多 这个 所以说一个阵容啊 每个人他都是有他的啊 这个目的的啊 有他的弱点啊 也有他的这个优势啊 就看你这个运气怎么样 然后看你操作啊 然后才骗顿这个防骗顿的这种运气啊 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啊 总理来说的话 你只要稳定发挥心态保持好啊 你会慢慢的分数是会往上走的啊 因为跟着大家一起往上走啊 因为这最终这个match match系统总总给你match到你水平跟你差不多的话 你最后你的胜率应该是接近50%的啊 但是因为总会有新的人从后面升上来 是吧 然后这个比较牛逼人 我会往继续往上面match啊 所以整体这种趋势的话 你是会往上随着这个大时代的浪潮 是往前走的啊 anyway啊 那我们看看啊 如果你这个一头八的说明 你前段时间冲的比较快啊 这个运气这个啊 照耀你啊这个吉祥 吉祥之光照耀你太久 让你冲的比较前面 那样的话 你可能接下来就要开始摔神附体 然后连续摘跟头 那是因为你给你match的对手的水平 要比你高出那一个段位 是吧 自然你就会打的比较交头浪格一点 那如果你不顺利打出什么运气不好 碰见0比5 1比4掉到后面去了 碰见比你第一个段位的 被你第一个段位的选手包围 你自然就会慢慢的往上升 所以说总体心态一定放平啊 不要因为要从无不惊 不要因为一时的分数不顺 而抱怨不已 也不要 当然如果你分数很顺 你是可以得意一下的 可以show up一下的 但是你心里要明白很有可能的只是暂时的 是吧 好 这是现在 已经四把了啊 这是最后一把 今天晚上最后一把 争取打出一个三胜两负 两个positive 我就是很满意了啊 我不行一个三胜两负 一个两胜三负 不许咱分数要往下降一点 老蛋也不要去 反正也在这个分数段啊 不着急啊 不着急啊 等到他double point吃的时候 咱们尽量抽出时间 往上面追一追就行了啊 这个premium cup我还是 因为我上上个season打premium cup 是在我rank10之后 他玩的心态去打的啊 打的过程中觉得发挥一番啊 我的发挥 也可能我一直没有小吃怪 这回我有了一个小吃怪啊 倒是可以试一下啊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的match来了 我们要满头 陶吉克斯 陶吉克斯 行啊 终于抓到陶吉克斯 他直接认出叼噶 我肯定也是认出我的叼噶 他肯定是iron head 但是我们为了保持收发的优势啊 给他一个an head 哎 两个顿到头了 这么拼啊 我这顿早都回来的 我们顿早都回来的 我就知道的 好可以换成裤弹还没到啊 这要不能跟他废话了啊 他flame slower打的是很疼地 该出手是就出手 然后我不觉得他的那个 他的Dioga会有多少能量 我们看看 又是Jeritina 陶吉克斯配着两条龙 感觉我的这个 好 不要紧啊 不要紧啊 感觉我的这个Dioga可以 把他打到那个 用用serve范围就可以了啊 他almerswin 还是下的波 应该是下的波 这时候没必要almerswin 进入serve范围 范围内没有 应该进入了吧 碰到Jeritina之后 这个我的 ok girl 感觉是个负担呢 这是 又是碰到Jeritina在后盘 所以咱们Dioga还是公益力 还是可以的 至少把它打的 打进了rockslide的范围 可以的 是吧 这绝对是rockslide范围了 靠 刚才serve好了 我没抓过这个机会 不过不要紧 不要紧 不要紧 rockslide范围了 好了 刚才他想换骗我的 其实反而给了我serve 结果我没反应过来 没点serve 好在咱们rockslide 好了 最后的Jeritina 没有给我们造成太大的困扰 好 今天两个3比2的set 直回票价 而且都是赢得比较惊险 惊心动魄的 行 我们看看我们分数会升到多少 应该会升到2000 哎呦 哎呀 这终于给了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奖励了 是吧 啊 哎呦 看 行 等你动 等你动 啊 卡就扔爪了 还好我们得要给我顶回来了 顶回 顶回来 顶回来还是没抓住 sqlagi760 不知道IV怎么样 我们的 我们缺一个pvpiv的这个sqlagi 估计要跟别人交换才行 然后我们还缺一个handle 据说他打二缺一个也是可以的 我那个去看了使用 就等于黄球 这怎么难抓 大家看到圈圈是黄的不是红的 以为以为没那么难抓了 好黄球出手 这会仔细看看到底多少分 2726 大会回到我们之前的水平了 之前是2727 现在回到2726 可以了啊 今天赛的还没有打完 但是我觉得啊 现在这个阶段啊 这个每天5个赛的这个收益 已经不明显了 因为我当时从 great league 进入altry的时候才2400分 那个时候 哇那爬分真是飞快 那时候每天5个赛的 所以极其明显 现在已经没那么明显了啊 我估计 白天看有时间就打一两个赛 晚上有空就继续 微直播一两个赛 是吧 看看我们的这个情况 我个人还是比较拼 倾向于这个普通的 regular的这个master league 这个premium cup 我们不是很擅长 而且我感觉很多大佬 也喜欢玩premium cup 啊在那边可能竞争 更加激烈一点 是吧 好 按另外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我们看看明天有没有希望 把geritina拿出来用不用啊 确实没有碰见snownex 是吧 torchikis可能是最大的麻烦 但是起源状态的geritina 并不是那么怕 torchikis 还是可以反抗一下的 是吧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啊 好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